來關注到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8號 辭世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那接下來也考驗整個大英帝國的團結力了 根據日媒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 他就指出說 在這個戰狼外交恨行的時代 女王給大家的依舊是那麼樣子的温暖 而且他都是採取柔性外交 給大家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他就在這則PO文當中 點了很多當時女王去會見不同的外交官員 甚至是各國的總統採取什麼樣子的策略 以及當時的時空背景是如何 所以我們就先來回顧一下 在2001年當時美國發生了恐怖攻擊 女王是親自致電白金漢宮的軍樂隊 在換衛兵的儀式的時候 改演奏美國國歌 而這個舉動 這件事情也讓美國前總統 柯林頓是相當的感動 還要來聚焦到的是2015年 當時女王是宴請了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用一瓶紅酒表達女王的立場 這一瓶紅酒呢 你說紅酒有這麼多的年份 為什麼就用1989年這一年的法國紅酒 這是在暗示英國並沒有忘記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而女王在習間沒有說半句話 也沒有針對人權有相關的言論 都沒有任何的發言 卻讓當時的習近平是灰頭土臉 而最近一次在2022年當時呢 也就是在今年的時候 厄武戰爭爆發了 而女王在加拿大的首相杜魯道訪問的時候 在會場這邊布置了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是藍色還有黃色的花束 默默地表示支持烏克蘭 所以在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呢 他會說是柔性的外交 不用說話 不用口出惡言 也不用太強硬的措辭 就能讓各國的元首或者是領導人 感受到女王的外交實力了 而這個部分他也用了智慧 溫柔充滿力量來形容英國女王 她是統而不治非常厲害的外交手腕 但是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駕崩之後 享其瘦96歲 在最新的狀況 在昨天英國的皇家旗炮隊 在台灣時間的9號晚間8點 在白金漢宮附近的海德公園 為慈勢的女王發射了96發皇家禮炮 來紀念這一位在英國歷史上 在位最久的君主 而這個也是英國有史以來發射 最多發的禮炮儀式 當時候各個媒體都在轉播 這個發射的儀式 皇家的軍隊在各地舉行了 禮炮哀悼的儀式 來紀念慈世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在世的每一年 女王的葬禮舉辦的地點已經出爐了 是在西敏寺 也敲鐘表達哀悼之意 白金漢宮則是有成千上萬的民眾 英國的民眾 絡意不絕前往致哀 而女王的靈鹫移送往返回倫敦之後呢 就會在西敏寺停臨三天開放公眾來 瞻仰靈鹫之後才會舉行國葬 這個部分持續來關注到 全英國都在為女王的慈世哀悼之際 繼位的新國王也就是 查爾斯三世 在當地時間的九號晚上六點鐘 首次是以國王的身份 對全國發表預錄的電視演說 那針對新任的王后 也就是他的妻子卡蜜拉 表達了滿滿的感謝還有肯定 也宣佈將威爾斯親王的頭銜 交棒給王廚威廉王子 更少見的對哈利還有梅根表達關切 I count on the loving help of my darling wife Camilla In recognition of her own loyal public service since our marriage 17 years ago She becomes my queen consort As my heir, William now assumes the Scottish titles which have meant so much to me He succeeds me as Duke of Cornwall and take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Dutch of Cornwall which I have undertaken for more than five decades I want also to express my love for Harry and Meghan as they continue to build their lives overseas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在位的70年期間 她背負了國家重責大任 不過也經常展現清明 還有幽默風趣的一面 讓大家是相當的懷念她 深受人民的愛戴 而不只如此 她自己個人的興趣也很熱衷 包含像是愛狗陳吃 也是賽馬狂人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從孩子們手中一一揭過花束 臉上露出和蔼笑容 1952年登記以來 女王總是給人親切的印象 深受人民愛戴 易改王室成員嚴謹形象 女王幽默風趣還愛狗陳吃 尤其獨愛科基犬 在位70年期間 一共養了30多隻科基 儘管國是繁忙 還是不忘親自帶愛犬散步 女王更曾帶著科基 在奧運開幕影片尬一腳 與007詹姆士龐德一同出任務 不過她在10年前停止飼養科基 因為不想在過世後 讓狗狗美主人照顧 原因令人鼻酸 女王不只愛狗 還是位賽馬狂人 2013年英國金杯賽 女王的賽馬贏得冠軍 當時87歲的女王激動鼓掌 血液滿足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美國賽馬網站分析 過去30年 女王七下的馬 就為她贏得超過700萬英镑 相當於2.5億台幣的獎金 女王從6歲就開始學習騎馬 甚至到了高齡94歲還在騎 王室例行公事之外 女王私下親民的舉動 與獨特的一面 也將永遠留在世人心中 記者綜合報導 伊麗莎白女王生前給大家很親切 例如她就有一項 不愛坐黃金馬車 而這台皇室馬車 有將近260年的歷史 但她過去受訪的時候 就對大家抱怨說不太好做 感覺坐在上面很可怕 因為馬車很癲 那內部也充滿了皮革 因此英國女王描述說 坐在裡面是在皮革上彈跳 但她當時還是繞了倫敦半個圈 後來因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虛弱 才沒有再乘坐 女王的詞是英國上上下下 進入了全國哀悼期 前駐紐西蘭大使借文綺就分析說 女王對於英國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資產 甚至有人從一出生到現在 沒有經歷過英國換君主的時代 恐怕現在英國要面臨到的是 眼前經濟的難題 覺得英國女王是最主要因素 那她這個不在以後 英國你不要看 她今天口袋裡好像還有一百塊 英國女王就代表六十塊錢 她之後只剩下四十塊 我們用很熟悉的用錢來算 英國的資產只剩下四成 六成被英國女王一個人帶走了 我們看很多歷史上的因素 一個人就有這麼強的力量 一個人就是這麼強的力量 歷史常常就是在一兩個人的存在 跟她不存在之間 產生了一個大的轉折 我認為英國今天開始 就開始要轉大彎了 接下來幾個重大的挑戰 她都沒辦法度過 最大的挑戰第一個 蘇格蘭獨立 要獨立 第二個愛爾蘭要統一 愛爾蘭已經是獨立國家 愛爾蘭要把北愛爾蘭統一 沒錯 第三個 蘇格蘭加入英格蘭以後 加入加入脫離英格蘭以後 英國以後 她一定加入歐盟 加入歐盟以後 很多英格蘭人 要準備去做蘇格蘭人 為什麼 尤其年輕人 因為蘇格蘭的邊界跟英格蘭的邊界 就變成歐盟跟英格蘭的邊界 也就是說你今天跨過英國跟蘇格蘭邊界 你就進入歐盟 你不要以為大英帝國有多了不起 英國在脫歐的時候 在海外很多英國人 在歐洲很多英國人 最後的選擇是什麼 放棄英國國籍加入她的居住國 在法國的加入法國 在比利斯加入比利斯 在德國加入德國 今天做一個歐盟的成員國 對一個年輕人來講 她的世界遠大於你現在大英帝國的世界 在創意中 大英文